撞上自行车没有想到落入了前坑 南投仁爱超商前汽车驾驶 不小心压倒了一部自行车 让这个骑士超无奈 在众人指挥之下成功离开 不过眼睛的民众发现说呢 这台要价15万的碳纤维公路车 校称可能卖掉轿车都不够赔 你慢慢的打出去 旁人出身指挥 因为轿车轮紧紧压住自行车 连忙提醒驾驶一开 自行车主在一旁面色凝重 眼神一刻都离不开爱车 历经一番折腾两台车 终于分开众人松一口气 只不过眼尖的民众发现 这辆自行车大有来头 意大利进口的碳纤维自行车 光使用的轮组就要3万多元 估计新车15到16万起跳 维修费恐怕让汽车驾驶吓到腿软 现在二手价应该10万左右吧 光两个轮子搞不好比车价还贵 他车子基本上都是碳纤维 看他轮阻应该都是碳纤维的 都是配比较不错的东西 16万左右 驾车驾驶14月前往南投仁爱乡 亲近路段旁的边地商店 不慎压到平躺停放路旁 这辆要价不菲的公路自行车 影片po网 网友感叹以为只是撞到一辆脚踏车 就可能连汽车卖了都不够赔 有关车辆受损后续的赔偿和和解事宜 由双方自行协调处理 警方表示车损和赔偿双方已经自行协调 只不过在路上不只要注意名车撞到自行车 也可能一夕之间荷包大失血 截止又是很难途报道